这个是8分钟要恢复不简单 距离西大多小学动图典礼 还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承担总协调的陈顺服 正紧锣密鼓地与各功能组进行沟通 确保典礼当天顺利进行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太阳在这边 太阳在这边 太阳在这边 你现在VIP在这边 你现在阿都去找 刚刚好找到你的铁头 在这个功德评说过就是 让没发心者发心 然后就要用慈悲喜舍 事无良心来度人 然后要用六度波罗蜜 同样也是度人 要除恶起伤 然后要发精进心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 可以用这个十功德品的 第一功德来鼓励整个团队 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把我在 自己所学到的经验 来到这边跟当地的人分享 怎么去规划一个活动 然后怎么去协调一个活动 然后让活动可以有法的存在 我们要读这个红球呢 当然给我们要广度佛国嘛 要翻转佛国 所以我是觉得 要带一些什么语练进来 当然是这样要我们教导我们讲 人缘诗缘语言 我觉得要翻转佛国 也是要把这个语言带进来 所以希望这个动物图里 把这个语言放在最顶端 让大家看到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来自新马两地的刺激志工团队 不远千里来到佛特的诞生地 与当地志工一同投入 动图典礼的筹备工作 各个功能组发挥所长 期许为学校的落成 贡献一份心力 我感觉到非常欢喜 有来自马来西亚的 有来自新加坡的 有来自台湾的志工和本地志工 大家很多都是不认识 但是每一个人都同师同道 我们都同样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东西在讲解 或者他们几次给我听 非常容易明白 好像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名字 叫慈激人 一国筹备 挑战重重 语言隔阂 文化差异 考验着筹备团队的凝聚力 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达成共同目标 是团队合作的重要关键 这次挑战非常大 因为除了规划的时间很短 更重要的就是这次 他们有一个很长的假期 就是他们的储物要结 Divari 差不多有四天的假期 然后后来他们有Dihar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 更快的速度去做 我们给这些结缘品 这个净丝的小车子 里面还有尼泊尔语言的 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呢 他们可以接触到 上人的净丝语言 其实这是一个很历史的时刻 我们也有这些人 和洛杉尔语言 这类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得到 然后我们也能够得到 一些东西 来吧 刺激志工在佛陀的故乡 心情耕耘 也终于看见教育的种子 在兰坪尼大地逐渐萌芽 然而这只是开始 要让尼泊尔的教育 改革持续向前 更需要当地志工的 共同参与 拜拜 拜拜 伤人无数次的哆嗦 和社会的希望在孩子 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 能在这边做实际的教育 不相信 上人所教的正法 一定可以在兰坪尼 扎根 永久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